第478集 如果善人求语不成 那就恶人求语 作为一些村中无赖 二溜子 和一些身体上有困难的人 再装上射谈求语 他们先请神灵附身 附身之后拿着铁签 铁棍 铁鞭 或者用小刀 刺 打 割 扎 自己的身体 自己折磨自己 请龙王目睹 直到折磨的皮开肉战 鲜血淋淋 血肉模糊 残不忍睹之至 据说 才能得到神灵的怜悯 降雨以救民 这些人都是神仙附体 求完雨之后 根本就感觉不到疼 身子也会完好无损 眼前的这些人 也像是神灵附体 根本就感觉不到疼痛 大家伙也跟着那些人一起风 齐声地给那些人加油 这时周端宫的身边忽然又倒下了三个人 三个人倒下之后 过了十几秒钟站起身 眼睛直视 看似像是被神仙附体 只见他们眼睛直勾勾地望着微山湖的方向 手里抱着席子 拿着木板和玉鼠鼠接 飞一般地朝湖里而去 大家看到这里 不管那三个已经被神附身 拿着尖刀往自己身上乱扎的人 而是跟到大坝下 看另外三个人的神迹 三人到了大坝前一起念咒 这时只见湖里的鱼鳖在水中纷纷露头 一个个的好像受到了召唤之术一样 两个人在那里齐声念咒 一人把扁平的木板扔到湖里 然后双手合十 嘴里念着咒语 踩在木板之上 竟然不沉下去 人稳稳地站在上面 缓缓而行 看到那个人的身子就像是没有重量一样 踩着木板扶在水面之上 双手合十在那里站着 身子缓缓而动 这个不科学 那个人虽说瘦吧 但少说也得有一百多斤 而那块木板也就是一米多长 一巴掌块 怎么可能产生这么大的浮力 这明显是违背了万有引力的学说 难道他们真的请到了神 我当初也学过 牛顿被苹果砸到 引出万有引力的学说 好奇心就是探索的源泉 大伙都远远地站在大坝上 看着端宫站在木板上飘 没有人下去 而我觉得好奇就往下走了一段 看着端宫表演 看着看着 我发现了其中的蹊跷 端宫的脚下好像飘着青苔 怎么会有青苔呢 码头的水很深的 应该是不会有漂浮的青苔 于是我睁大眼睛 仔细地看端宫脚下 他的脚下青苔圆圆的 看上去像是一个锅盖 锅盖上有四肢 还有一个长脖子 这东西我熟悉呀 是一只大王八 看那只大王八的样子 少说也得是有百岁之上 微珊瑚这么大 有百岁的王八一点都不奇怪 王八也就是老鳖和乌龟是两个品种 不过两种都是长寿的东西 有千年王八万年龟之说 在我们北方关于王八成经的传说 是数不胜数 王八长寿又有灵性 特别善于修行 是水族中比较容易成经的一种 据说王八成经还会变换成人 不过呀 王八经变换成人还容易被识破 因为他龟背锣锅 脖得长眼睛小 嘴油太大 看上一眼就能认出来 乌龟也容易成经 而且寿命更长 我们这里曾经有一个老房子底基里 挖出了一只老龟 那房子的底基 至少也得有几百年的历史了 乌龟在房底下一个石头下水道里 由于身子太大了出不去 就被困在类似小井的里面 乌龟有十来斤呢 行动缓慢 里面没有一点水 也没有食物 按照正常的逻辑 乌龟肯定不能活了 可偏偏就活着 当时有人就说 乌龟成经了 躲在里面修炼了 还有人说是古代镇宅用的 更有人说是房屋的底基太重 容易塌险 所以才用乌龟驮着的 就像是古代的龟驮碑 后来被一个专家知道了 过去一考察说 古人专门给下水道清淤用的 大家当时不信佛 都提出了自己的质问 那个专家和大家解释说 古人为了让下水道不淤堵 通常会在下水道里养一只乌龟 专门用来疏通下水道 吃下水道里的残羹剩饭 而且乌龟总喜欢朝出水口爬 因此能疏通地下水道 还说以前 每一幢威州居民天井里的 大洗缸的地上 部分气死之前 营造工人都要在下水管的管道里 放一只小乌龟 这样就可以起到疏通下水道的作用 虽然专家这么解释了 但是庄上的人不信呢 还是把老龟当神给供了起来 由于环境的改变 那只老龟彻底地成了仙了 后来只剩下了一副龟壳 善男信女们依然供着 我们从小就知道 一个是王八 一个是乌龟 特别容易成精 据说黄河里还有小汽车 一样大的王八呢 我看着那只带着青苔的王八 这么大的王八 乃是成精的水族啊 可不是随便就能请来的 终端功能把王八请来驼人 就证明他的法术不简单 我看清楚了之后 就跑到上面给干爹说了 说那不是什么神仙附体 就是水里的王八驼人 干爹对我说 这事儿你知道就行了 不要多嘴 你这话要是说出来 今天咱们爷俩就得赶紧地走 你就不想在这里多住几天 当然想多住了 在这里有吃的有喝的有玩的 傻子才想走呢 于是我赶紧地闭嘴 继续地看着三个端功表演水上飘 这让我不由地想起当年射雕英雄传里的 球千尺 那个端功在水中缓缓地前进 第二个端功 扔下玉鼠鼠街 然后也踏了上去 大家是不明真相的群众 看到有人靠着玉鼠鼠街前行 都在那里欢呼大声地叫好 两个人下去之后 第三个人把卢西展开 抛向了水中 然后飞上了卢西 端坐在上面 嘴里念念有词 卢西像是一条船一样 围着码头转了一圈 如此神迹 在场的人无不信以为真 三个端功转完了之后 回到岸上 身子一下子瘫在地上了 这表示身上的神又走了 然后装作什么都不知道的样子 大家觉得张大王显灵 才会出现如此神迹 于是又给张大王磕头 我看人们都去看张大王了 自己赶紧地到码头下边 然后在码头我看到了几只王八 在水下缓缓而行 我在上面看得很清楚 王八的个头都不小 我在那里看着王八 这时大坝上人声鼎沸 人群慢慢地朝着彩旁走去 码头上顿时就剩下了我一个人 这时水中有一只王八伸出头来 想看看人群走了没有 只见那只王八先伸出了鼻子 然后慢慢地伸出了头 瞪着小绿豆眼张着嘴 使劲地伸着脑袋朝岸上看 眼巴巴地看着 四只爪子还乱蹬 支撑着小脑袋 好像在盼望着什么东西 到底在盼什么东西呢 老王八看到我之后 马上就把头缩回去了 然后潜到水下不见了 那只大王八不见了 其他的几只也不见了 看不见那些大王八了 我也只好回去 到了大坝上一看 人们已经围到了彩棚前 我朝彩棚那里走 看到彩棚旁边的露天大锅 开始冒烟了 我走过去看了看 锅前夹着案板 下面放着一个个的大盆 问了一下才知道 烧羊肉汤敬大王 敬狐神是这里的规矩 不过周端公还给加了一个规矩 就是烧好的羊肉汤 必须弄上三大盆 到码头上浸水中的鱼鳖 我心中有些明白了 怪不得那些老王不在水中等着呢 原来是想喝羊肉汤 他们背着人在水中行走 是烈意的交换 人为财死 鸟为食亡 是不变的真理 像那只百年的老鳖 为了喝几口羊肉汤 甘愿受人驱使 由于王不托人的事情 我不能明说 我就藏在了心底 祭祀活动完了之后 送走了张大王 王二才算是盲碗 剩下的羊肉 做成了羊肉汤 那些忙活的人 和大小端公大伙一起吃饭 饭菜简单 一碗羊肉汤 喝一碗猪肉汤 不过这样的饭菜吃起来很香 吃完之后把大小端公给送走了 王二他们就开始拆棚子 忙完已经是天黑了 到了第二天 一大早码头上就鞭炮齐鸣 我一问王大 才知道今天准备开船打鱼 早上没有吃饭 王二就来了 说这顿饭 请我们到湖上吃 吃原汁原味的水煮鱼 为了让我们吃上鱼 他们的围网都下好了 这是他们这些天 捕的第一网鱼 一定得先给我们两个桂鹅吃 第479集 伟厅非常的高兴 于是就拉着干爹和王二 去湖里吃鱼了 到了码头我才发现 渔船上竟然带着煤气罐和煤气灶 还有一个大铁锅 这些不用说都是做水煮鱼吃的 王二请我们上船 渔船奔着微珊瑚而去 不过这次没有去草弯子捕鱼 其实去了也白搭 那里的大鱼呢 早让水老虎给吃了 渔船在微珊瑚上行驶 我吹着风 看着前面的大湖 闻着那水气 感到整个的人从里到外都舒服 微珊瑚确实是一个避暑的圣地 渔船走了很长的时间 到了一片开阔的水域 那里有五六条渔船在停着呢 大家都在等着 这些渔船有好几条是和王二一样的船 他们都停在那里 没有看到谁在捕鱼 我看到这里就问王二 那些人怎么不捕鱼呢 王二笑着说 他们啊 在等我们 其实你们没有来 我们就下了大王 这个王可不是普通的王 为了几十亩地的一片 这样的大王由于大 往往需要七八条船 几十个人共同作业 所以啊 你才看到那些船在等我们 我和你说呀 我们的大王可不简单 网条子选用的是细麻线手工支撑 网眼以漏中等余为准 女人帮着织网片子 男人负责把织的网片连接在一起 形成网条子 扎上拇指粗细的网钢和网牌 然后放进生猪鞋里浸泡 然后再放进蒸桶里蒸熟后 取出晾干 这样才能下水使用 如果咱们运气好的话 一网能补几百斤鱼 我盼着他们补鱼呢 我们的渔船一过去 王二指挥着人就开始拉网 七条船一起拉网 从拉网的情况来看 渔网确实很大 网眼也很大 由于我们是客人 王二只让我们看 没有让我们动手 随着渔网越收越紧 小船开始齐头并进 王二让小船连在一起 大伙一起托渔网 王二看着沉甸甸的渔网说 大王爷抱要 要渔大士和赶渔童子 一定要给我们赶来 以大网鱼呀 确实像王二说的 那一网还没有出水呢 就看见渔网的鱼在上下跳 看来这一网一定是大丰收了 随着众人的耗子 渔网被慢慢地拉上来 我看着一大网鱼 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一网下去 竟然能捕到这么多的鱼 一条条鱼在那里乱窜乱蹦 看来啊 我们今天真是有口福了 能吃到微山湖里 现捕现做的鱼 王二喊着耗子 大家齐心协力地 把大鱼网拖上来 鱼儿一出水 就在网里乱蹦 看上去非常的馋人 男孩子对于捕鱼 是一件始终无法抗拒的事情 所以水鬼喜欢变成鱼 让人上当 我跑过去站在船上 和大家一起拉网 把整个的鱼网拉到船上 打开网网船上一道 全都是大鱼 微山湖里的鱼 以鲤鱼为多 也最为著名 王二一边捡鱼一边说 大先生 小先生 咱们这微山湖 就是一个宝库 铲鲤鱼 黑鱼 绝鱼 鲫鱼 甲鱼 螃蟹 大虾 至于杂鱼更是老鼻子了 其中咱们这里 鲤鱼最著名 名字叫 四鼻孔鲤鱼 当年的乾隆皇帝都说 这个鲤鱼鲜美 以前年年都得给皇上进贡 咱们这里的鱼 成了京之后 就能跳跃龙门 变成上天入地的神龙呢 王二一边说着话 一边把鱼分解 忽然抓起了一条扁平的鱼 只见那鱼不规则的黑色斑纹 圆形的细鳞片 口扁而裂宽 下额突出牙齿锐利 背上的背脊 看上去十分的坚硬 那条鱼足有半米长 十几斤重 王二拿着鱼高兴地说 今天咱们就吃它了 回山湖的绝鱼 这种鱼是咱们这里的名贵鱼 鱼的肉质鲜美 刺儿也少 肉质鲜嫩 是鱼中的上品 我看着那绝鱼 有点像是黑鱼 但要比黑鱼要扁平 就是不知道好吃不好吃呢 王二把绝鱼弄到船上 然后继续忙活 忙活完了之后 就开始在船上收拾绝鱼 抛开肚子 把内脏直接扔到水里 喂鱼鳖 把绝鱼收拾干净 拿出了一块木板 把鱼放在上面 剁成大块 然后用锅在微山湖里 舀了半锅水 把鱼块放到锅里 就开始炖了起来 炖鱼的时候 只加了生姜 盐和辣椒 慢慢地水开了 那水在鱼肉的周围冒着泡 一会儿的功夫鱼肉白了 炖鱼的汤也白了 灰山湖上的炖鱼简单 除了那几样东西 也不加别的调料了 不过那鱼闻起来特别的香 鱼香味让人垂眼欲滴 鱼和羊组成了一个仙子 乃是极为鲜美的东西 不过羊肉带着山味 鱼肉带着腥味 有些人不太喜欢 山味和腥味 于是就错过了 这鲜美的味道 微山湖的绝鱼 是用湖里的水炖出来的 闻起来是一种肉香 闻不到什么腥味 鱼锅里的香味 比平常不知道 要鲜美多少倍 鱼炖好了之后 王二用大碗把鱼盛上 一人一大碗鱼肉 这时其他船上 也弄好了鱼肉 大伙坐在那里 喝酒吃鱼肉 在船上打鱼的人 喜欢以船为家 有时候来不及回去吃饭 就直接在船上吃饭 在船上吃饭 当然是少不了鱼鳖虾蟹了 咬上些湖里的水 随便放点足料 就能填饱肚子 这些 吃的都是微珊瑚的馈赠 所以渔民对于胡神 很是敬畏 我端起大碗闻了闻 鱼肉带有一股特有的鲜香 让我有点迫不及待地 尝了一口 鱼汤太热 烫得舌头发麻 只好放下碗 用筷子吃鱼肉 那鱼肉洁白的颜色 一块块的鱼肉 如同蒜瓣一样 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蒜瓣子肉 属于鱼中最好的肉 用筷子夹起一块肉 看看有没有鱼刺 发现绝鱼的鱼刺很少 没有鱼刺的鱼就是我的最爱 我把鱼放在嘴里尝了尝 鱼肉果然鲜美 没有一丝的腥味 和我们平时炖的鱼完全不一样 这也许就是湖水炖湖鱼的原因 吃着鱼肉 喝着小酒 望着微波荡漾的微珊瑚 吹着凉风 是一件充满诗情画意的事情 除了惬意 就是惬意 吃完鱼肉 喝完鱼汤 干脆在船上一躺 任凭鱼船在微珊瑚里 信马游江 随波逐流 就那样 一直在微珊瑚上飘着 直到太阳高升 天气开始热起来 船上没有这等的东西 炎热的天要把人烤叫了 炙热的阳光下 有点让人脱水 船上没有带水 湖里的水呢 没有用锅烧开 这样的水虽然能够煮鱼 但是不能生喝 所以啊 直接跳入水中 让自己的身体慢慢地吸收水分 一会儿的功夫就感到不渴了 从水中上来 王尔说 湖面上太热了 要开着船 带我们到芦苇荡里边凉快 顺便煮些鱼虾纸 灰山湖的虾蟹 非常出名 对于我这个大吃户来说 吃的东西总是无法抗拒的 既然王尔提出了 那还有什么好拒绝的 去吃就是了 反正这些东西不用花钱买 船往前行了一段路 就到了威山湖的鲁尾档 威山湖的鲁尾档 那是非常出名的 一眼望去 全是绿色的鲁尾 根本就看不到边 抗日战争期间 以威山湖为根据地的 威狐大队 运河支队 铁道游击队等革命武装 出没在亲亲鲁尾档里 活跃于金脯铁路线上 创造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 现在是和平时期了 小日本早滚回了他们的东阳老家 静悄悄的威山湖 再也没有了腥风血 剩下的是富饶祥和 我们在鲁尾档里穿行 鲁尾档里果然比湖面上凉快 船朝着鲁尾档身处而去 在船走动的时候 惊动了一群群的水鸟 那些鸟儿在我们的不远处 叽叽喳喳地叫 好像对我们这些入侵者 十分地生气 不过飞鸟即使是再生气 也不敢对我们怎么样了